Namaskar 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这是印度要发生 还没决定的 但是要快要决定 有可能不能决定 然后决定是什么呢 就是控制印度的人口 我觉得这个是目的 早是应该要做的 目的不是有最多的 我们说majorgy 就是政府里面大部分人 他们都是目的当的人 然后呢 说他们有怎么进的政治 他们最便可以做政治的 他应该早就要做的 我知道是majorgy早就要做这个 但是他要 就是可以说是一种的考察 他也要就是好好 温柔温柔呢 是看芒果收没收 他不能是实际压 实际压了如果不好不收的话呢 那就是不好了不好吃了 所以呢 是他也要就是慢慢看看所有的老百姓 还有呢是反对他们的就是通意不通意啊 因为有些东西是他一下就做了 刚开始的时候呢 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比这个还有更重要的 比如说是Kashmir的问题啊 370那个那个这样子啊 一下就没了 呃那个也他不能是也慢慢做 如果慢慢做的话呢 那大部分就是他们抗议啊 抗议了就是控制不了 所以他一下子了他有他的那个地方是对的 然后还有呢 就是我们说这是伊斯兰教里面呢 是如果男人 劳工他要离婚的话呢 那就说离婚离婚离婚 说三次离婚就OK了 打电话说三次离婚离婚离婚 那就是算是离婚了 还有呢是发email说离婚呢 发自信说离婚呢 是也算是离婚的 那个也是现在呢是违法的东西 人不能这样做的 按印度的宗教 按印度的证证 这个也是目的就取消了这个证证 那以前就说三次三次离婚离婚离婚 算离婚 现在呢你说多少则都不行 都不能离婚的 必须要按法律走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好的事 还有呢是有可能你们不太知道这个东西 因为是印度有一个就是 保护省的第七个华省 罗莫 然后罗莫他出生的地方呢 是要盖一个庙 这个问题呢是也大概四百年了 四百年一直有这个问题 四百年在法院那边 然后呢是刚刚解决了那个问题 决定了那个地方是他的那个罗莫他的出生地 然后呢是必须要盖他的庙 那这个也是现在要开始做了 那他也有好多问题啊 因为跟我们中国没关系的 然后呢是你们也不一定能动啊 宗教的事啊 中国哪里有这些毛病啊 所以就这个如果人要了解的话呢 那我再说一个视频呢是跟大家分享 是露莫的那个庙的那个故事啊 今天我要说的那是印度的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是人口 不是最近呢是中国的也是最大的 就是将来的最大的问题啊 中国的也会是人口 刚开始的时候呢是中国的最大的问题 也是人口 所以呢是政府说 必须要生一个孩子的 生多了 违法的不能生 然后中国人老百姓都听政府的 我一直说为什么中国能发展 因为是中国所有人的心都配合政府的政治 在印度为什么不能发展 因为老百姓的心不配合政府的政治 印度的政府跟中国的政府完全都不一样的 所以就在印度呢是要做任何东西的话呢 太费劲了太费劲了 然后呢是现在呢是要控制这个人口 现在中国的又又开始了中国人口的问题 所以政府说是你们随便可以生孩子了 这样人口又多了 经济需要人呢 然后呢在中国又怎么发展呢 那是没有人赚的话呢 那就是经济又会不好的 然后呢是就是一个人呢 是这里中国人口烧了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人和人中间的感情少了 因为呢人不知道弟弟妹妹这些东西啊 不知道就是分享自己的东西给别人呢 怎么感觉呀 如果你问一个小孩子 你要不要弟弟妹妹啊 这样大了以后他百分之百不要的 但是笑的时候呢是他没办法 如果你问他有他的意见 他要还是不要的 小的时候如果你问他们 他们都小孩子都说 我说我要妹妹我要弟弟啊 但是长大了以后 如果你要说的话呢 他有脑袋了 他会想哦如果弟弟妹妹来了 那肯定他会拿走他的爱 肯定拿走他的东西啊 所以就就不应该给他们这个选择 政府也不应该就是问老百姓 这个好还是不好 如果问老百姓的话呢 那有好的人呢就是他对这一个一个一个 政策对他好的也有 然后对他不好的也有 所以那是政府应该要决定 具体整个国家要怎么样的 但是现在呢就是那个农民的革命的事 政府觉得是这个进的政策会带过来 农民是好 但是呢农民一部分农民他们说是不好 也有一些人就是生产的不好的 但是也有有些人他们有他的好处呢 所以那是现在政府呢是 就是我们印度话说 就是不是热的奶吗 热的奶喝了 然后舌头躺的那样的人呢 下一次喝什么凉的东西的时候呢 他先会尝一尝 然后呢是要了解他的温度高不高 所以现在呢是印度的政府 他要控制人口 但是不能是直接做 现在呢是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阿萨姆邦 他的领导没给到新的政治 就说了我们应该要控制 然后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控制 就是蒙加拉 蒙加拉来的违法的那些 他们没有什么那个那个那个 钱账的那些人呢 是他们要生三个孩子 不可以的 他们必须要生两个孩子 你们是外地的 你们来 然后呢是用我们的东西呢 那我不给你控制 我不给你随便生孩子的 那这个呢是我们可以做 因为是他不是印度人的 然后现在呢是北方邦 北方邦的政府 他们也要做这个 因为还有六个月的时间 还有六个月的时间呢 在北方邦又搭选子了 然后那时候呢 是不一定有这个政府 因为你们都知道 哥伦娜的时候呢 是他控制的不什么好 然后呢是他害怕 有可能他害怕就是 下一则我们肯定不回 再来再当政府 所以呢是他们要准备 做这个控制的 就是一个人不能生两个孩子 然后呢是有些地方啊 比如说是马拉斯拉邦啊 他们有这样的政策 如果你要参加大选择 你要当领导的话呢 那如果你家有三个孩子 那你参加不了 你不能保命 保命都不可以的 所以呢就是这样的政策 小小的地方都有 但是呢这个我们所有 整个国家都要这个控制 就我们说我们量我们的量 现在呢是政府说 就是两个孩子是最好的 那这个呢 说我希望以后呢 是这样的 我在中国的时候呢 说我有三个四个五个孩子 因为这边呢 发展的 发展的地方 如果你给孩子好的 你有条件的话呢 那你可以生好几个孩子 我条件不是很好 但是 我不觉得是要给孩子贵的东西 我觉得要给孩子好的教育 他自己会好 现在呢是印度 印度有那个北方邦的政府 他要控制这个 我们量我们的量 现在呢是目前为止 所有的反对当 他们都不敢说 不能说 因为老百姓也知道 是控制人口是好的东西 他们也不能说 就是你们不能做这样的 但是他们还有 他们反对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做 穆斯林不能做 因为是他们一直是 保护这些穆斯林嘛 穆斯林的话呢 是他们投票的时候呢 所有的人都在一块 那有一些党啊 比如说摩地党啊 我不觉得是穆斯林 会给他 他可以投票的 所以他的反对党 他们要哄哄穆斯林 然后是站他们的那边 但是他们也不能 就是随便来说 现在呢 是他们抗议的不大 因为还没来呢 他们就是说话而已 我们可有可能会来 还有这六个月 因为他也认多了 现在呢 他要做 对北方办 他要做那个政策的话呢 那随便他可以做 做完了以后呢 是下一个政府 如果他没有那么多领导的话呢 那他也盖不了 所以呢 这个是好的时间呢 是他们可以 盖这个政策 然后呢 是可以哦 我们俩我们的俩 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的 最好的 就是最近发生的 整个印度最近发生的 我觉得是为一个好的消息啊 希望呢 是以后呢 是印度政府啊 整个国家都有这个政策 然后控制我们的人口 人口控制了 经济发生了 经济发生了 以后你再有多少孩子都无所谓的 但是先必须要控制啊 经济好 那人的身体健康啊 还有那人会注意他的生命啊 他的健康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 大家都好好过 我希望大家都健康健康过 印度加油 我们疫情快结束了 呃 就按照顾啊 希望我的视频呢 是关注我 给我点赞 给我转发 我是印度外言 谢谢大家